我们先来上第二课 我们讲到说 关系要走向合一 要亲密 其实是一连串的 要付出行动 那这里最重要的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 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 很多很多的 那最重要的 我们要长久忍耐又恩慈 一定要有一个 不求自己益处的动机 你有一个动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因为你有什么样的动机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行为 动机是什么 动机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不这么说 或者为什么这么做 或者为什么不这么做 那个最深层的动力 那个叫动机 你的爱情观正确了 那怎么样推动你往前走呢 其实就是里面那个动力 那个动机 爱的动机 如果你的动机正确 你的推动力 就是说 你里面有一个不求自己益处 利他 利他的动机 那这个利他的动机 就会推动你 一直往那个亲密的方向去 越来越亲密 越来越亲密 因为你都是求对方的益处 相反的 你很想要有亲密 想要走到亲密的目的地 可是你只有一个动机 你什么都是利己的 什么都只有想到自己 要让自己高兴 所以 你这个利己的动机 即使一开始 你们是很亲密的 慢慢慢慢 也会走向苏黎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个动机很重要 动机是往前 推动你往前走的动力 我们说这个利他的动机呢 其实呢 讲的就是你心中的一个看重 你如果是看重一个 付出多过索取的人 那你里面就是一个 不求自己益处的动机 你总是想让对方得喜悦 这个是利他的这个动机 那么你所做 所为所言所行 都会表现出来 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就往这条路上走了 但如果说你的动力里面 求自己的益处 就是说你总是索取 或者是说索取多过给予 这样子的关系呢 就会带向苏黎的关系 所以我们好像想象一下 好像我们的心里面 有一个秤 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个天平 如果你是一个看重索取 我都是要 我都是要得 这个在你的心中的分量很重 这个是你的在乎 你的看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要你尊重我 我要你理解我 我要你让我高兴 我要你鼓励我 我要你接纳我 你怎么讲那么一大串 这个都是很标准的 以索取以要 为他的看重和在乎的 这样一个心态的动机 如果你是一个看重索取的 你大概会常常会有抱怨 就是说 为什么你都不像别人那样子 我这个是嫁给你 真是可怜 真是倒霉 你都不理解我 我的痛苦都是你造成的 而且也会常常怪罪别人 都是你害我的 我嫁给你不快的 都是你造成的 这样的一个人 还会出现一种情形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怪罪以外 还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形 就是会攻击 不但是言语的攻击 是不是 这个身体的攻击 就是来惩罚对方 让对方难受 如果说你不满足我 让我不高兴的 我用冷暴力 我用热暴力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我很不高兴 我要惩罚你 我要攻击你 甚至人身攻击 你真没出息 我嫁给你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我娶了你十六只没 这个以索取为看重动机的人 常常也会落入一种 自爱自怜的里面 我真是可怜 全天下就我最不幸 你就是对不起我 常常有这种自爱自怜 那因为常常看重索取 所以最终呢 他是很容易对关系失望的 哎呀我对你失望透顶了 你常常讲说 我对你失望透顶了 那很可能想一想 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 看重索取多过给予的人 如果这些所描述的现象 都经常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 不断地重复地出现 这个恼恨啊怪罪啊 自爱自怜啊攻击啊等等 那么也许 神光照我们 也许这个 就是以索取要得 是你的生活的主旋律 这个动机是你的主旋律 有一个这个 一对夫妻新婚 然后这个做丈夫的呢 就跟妻子说 我们现在结婚在一起了 我们一切的方式呢 大家要统一起来 这个妻子听了怎么样 本来很高兴 我们要统一起来 怎么统一起来 接下来就说 你凡事都听我的 这个不叫合一 这个叫消除异己 他在想要婚姻中称霸 做主做王 这个不叫合一 如果夫妻 都是这样子看重索取 那这个关系一定会破裂 迟早的问题 一定会走向疏离 另外呢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会觉得 比索取要好很多的 我们认为呢 这个我是愿意给予的 虽然我也要 我们通常称它为 五十五十 最公平 一半一半 讲到这个五十五十啊 我们可能是觉得是说 很公平的 我洗碗 你做饭 我扫地 你洗衣服 大家都公平嘛 你付出我也付出 但是事实上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公平 这个 很难 为什么呢 我们里面天生有一个罪性 总是在付出的时候呢 会扩大自己的付出 然后呢 会相对的 不自觉的 很多时候不自觉的 会缩小别人的贡献 所以你以为你公平 其实呢 一点也没有办法做到公平 你总是慢慢慢慢的 就回到那个 以索取要为你的主要动机了 如果你是以五十五十 在经营你的婚姻关系 那大概会出现 类似下面这样子的一些现象 有些特征 第一个 就常常是最明显的 就是比较 哎呀 我已经给你烧饭做菜 你脸洗个碗都不愿意 你算什么了 斤斤计较 斤斤计较 哎呀 今天你看我都给你存款了 你怎么没给我存款呢 没有提款 对 存款 这个就是你会很容易斤斤计较 对 第二个呢 当你付出的时候 得不到的时候 你经常会有很多的愤怒 这个 我都给你做饭 你居然没有洗碗 我都给你肯定了 你居然没有给我肯定 我就很生气 气死我了 得不到我的所期望的 所以我就很生气 嗯 就像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做丈夫的 他就出去出差 出差的时候 他就想 哎 这个我要给我妻子呢 买一点礼物 回来 本来是喜滋滋的 想说 给我太太买一件 自认为挺漂亮的衣服 花了钱 买了衣服 回来 老婆 我出差了 给你买一件漂亮的衣服 你看你喜欢不喜欢 哦 你怎么会买这么丑的衣服啊 哦 这个 我 像 哎 这个像农村的 我一点都不喜欢 真的 我一点都没办法穿 嫌丑 像大妈的衣服 大妈 我告诉你 我从今以后 不给你买任何的衣服 我要再买衣服 我就是那个 甭想我再给你买衣服 好 本来是喜滋滋的 愿意付出的 好不好 你们这几个好 好不好 对 但是呢 他所希望的是 我付出了以后 我得到什么 回报 对嘛 五十五十嘛 我跟你说 肯定一下 结果你没有给我肯定 结果很不高兴 接下来我就开始处罚了 就是什么 从此以后 再也不跟你买衣服了 你自己看着办 这个就是 很明显的 本来是 愿意付出的 然后五十五十 五十五十不得到的时候 马上就有很多的抱怨 就是他可能期望说 那我给你买衣服 如果你没有肯定 至少也不要说 不喜欢嘛 所以他里面还是有一个期望 期望得到一定的回报 所以你就看一下 这个 你看一下这个图片 本来一个好的动机是说 要什么 给 可是因为他是五十五十的 得不到时候 他就会恼怒 他就会惩罚 他会定罪 然后就是说 我再也不给你什么什么的 就会到了一个什么 最后落到什么 要 我在索取 我在索取 而这个过程的这个变化 可能前后不到十秒钟 本来愿意给予的心情 啪一下 五十五十 啪一下 从此惩罚你 再也不给你买 前后不到十秒钟 这就是我们讲的 其实你以为五十五十很公平 有没有可能做到公平 事实上你真的做不到 你不可能做到公平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人的罪性 会让我们倾向于 扩大别人的亏欠 缩小自己的问题 然后扩大自己的付出 缩小别人的贡献 所以你是五十五十的话 你大概也会常常会很生气 然后觉得说 你怎么对我不够好 那甚至很容易 陷入一种 自以为意的里面 那讲到这个处罚 你知道有时候 姐妹做妻子跟丈夫 一不高兴的时候 闹矛盾不愉快 我们有时候有一种 惩罚方式就是 离家出走 我就说 你怎么平常都不够关心我 我都付出这么多了 你还不够关心我 好 那我就离家出走 让你常常看 没有我的滋味是什么 让你常常滋味 就是这个心态 但其实这个 离家出走的人的心态是这样 他不是真的要离家出走 他就是 他就是要让你知道说 他很重要 他测试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很关心他 所以做弟兄 你要真的明白这一点 你看他离家出走的 那个姿态就是很明显 我要走咯 我要走咯 那个 这个脚都是很犹豫的 我走咯 一直说你赶快 你不要走 我不能离开你 这一拉他就回来了 你不要扫一根筋 我要走咯 门开着 请便 那人家本来不想走的 就哗 直直要离家出走 所以心态是挺复杂的 你离家出走过吗 这个 我以前其实也离家出走过 这个离家出走不划算的 几回 不多 几回而已 你们不要笑 你们离家出走的请举手 弟兄也举嘛 不要怕 只有这么少吗 还有遇的 你看超过一半 再举高一点 大家彼此看一下 也不是只有你家离家出走 别家都有 好 请放下 这个还有丈夫 把他举起来的 妻子已经忘了 这个我以前离家出走过 我就发现离家出口 真的不划算 为什么 就是说 其实也不是真的想走 就是要看看他 有没有赶快追出来 测试一下 偏偏他没追出来 但是我面子挂不住 我不能说 那就算了 你没追我就自己回来 不行 你既然迈出去的 得迈出去 然后去了以后 我就在想 他应该会来找我 我就在开始算 怎么搞的 半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了 两个小时了 怎么还没找到我 是不是我躲的地方 太隐秘了 害他找不到 然后呢 你知道这么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其实也很煎熬的 熬到最后三个小时了 还是没找到我 那怎么样 那算了就回家 他讲的这个冤枉 他离家出走 我们很着急 我带着孩子满大街找 不过他确实 没想到他躲那种地方 然后我们找到满大街 拉着孩子 妈咪 妈咪 满大街喊了 你知道 很凄惨的 万里寻母 搞了好两三回 第三回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 我很慎重地告诉你 你不要拿这个离家出走 来测试说我爱不爱你 我很明白地告诉你 我很爱你 但是我不喜欢你 用这种方式 你下次不要这样 随便离家出走 我是爱你的 我就很坚定地跟他说 当然也是因为 最后一次他离家出走的时候 在外面逛逛的 后来就买了一个什么链子 很贵的 大出血 开玩笑 我再不劝阻他 又不想买出什么东西来 这个 我平常呢 也不会去买那个贵的东西 真是失去理性 这个 我为什么要买那个东西 对啊 我也想知道 就是要惩罚一下他 买回来 现在都不晓得丢哪去了 刻骨铭心的 应该留下来做纪念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 过去还不成熟的时候 做的事情 对 后来我就发现 就是说 其实这个 我不需要用这个方式 来去跟他 就是说惩罚他也好 测试他也好 我发现这都是 不成熟的一个方式 是 所以后来 自从那一次 他跟我讲了以后 我就 从此没有再离家出走过 感谢主 这个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不堪回味 那我们在做辅导工作的时候 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 很多这个做丈夫的 特别是新婚的 他不太理解 做妻子的心态 有时候是 因为你忽略了他 所以做妻子的 你认为说你忽略他 他有时候就会说 我离家出走 让你看看 你到底关心不关心我 他在送出一个强烈的讯号 你要关注我 不然我会失去我 他送出个强烈讯号 那甚至有一些 做妻子的呢 可能就是还不太能够 成熟地表达他的需要 有时候闹别扭 闹别扭 他就跟他的丈夫说 你出去 那丈夫说 出去就出去 你还敢出去 他马上说你还敢出去 你懂得那个尴尬吗 出去是他叫我出去的 你还敢出去 那到底我出去还是不出去 就搞得猪八戒了 你知道吧 里外不是 所以你看他脚步 就不晓得 很彷徨 彷徨失措 其实这个时候 可能这个做妻子的 就是要比较成熟地表达 就是说 我现在很不愉快 但是呢 你就在旁边陪着我就行了 你不需要 又要他出去 又不让他出去 搞得他真的是里外不是人 那就是我们还不成熟 好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五十五十呢 也很容易落入 自以为意 特别是说 如果你们结婚之前 可能比方说 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然后才进入这个婚姻的 比方说不顾家人的反对 仍然执意进入这个婚姻里面的 往往这个时候呢 曾经为对方的付出 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筹码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 以前有一个故事 就是那一个 薛平贵跟那个王宝川的故事 你们听过吗 听过的举手 还是有不少人听过的 这个薛平贵呢 出征十八年 王宝川苦手寒瑶十八年 十八年以后回来 薛平贵回来了 两个就重新团聚了 然后呢 有一天呢 这个王宝川做菜 这个薛平贵回家吃菜 哎呦呦呦 这个菜怎么这么咸 你还敢嫌我做的菜嫌 我都为你苦手寒瑶十八年了 你还敢为的小小的菜嫌还嫌我 不嫌不嫌 你懂意思吗 这个苦手寒瑶十八年 就做一个什么 筹码 弟兄回答得很快 做一个筹码 这一辈子你就 什么都必须屈服了 因为他曾经为你苦手寒瑶十八年 或者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里面 如果讲到说 这个不顾家人反对的 然后后来走在一起的 两个在婚姻关系特别困难 一吵架起来不得了 我都为你 你看多大的牺牲 那时候我父母反对 我还是硬是要愿意跟你在一起 你今天居然敢这样子 不帮我洗碗 你今天居然这样子 不顾念我的感受 所以付出变成什么 索取的筹码 付出变成索取的筹码 那这个其实是很破坏关系的 你的关系就很难 很好地经营下去 是的 而且我们也很容易自以为意 总是认为说我是对的 对啊 我都已经付出了 当然我就应该理所当然地索取 当我们有付出的时候 对对方的要求会特别高 然后会特别容易陷入 自以为意里面 然后也会出现的是个绝望 当你付出了 但是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 常常就会绝望 绝望 因为绝望你就很容易放弃关系 你很容易就放弃这个关系 所以你看50 50 在建造关系上不是你想象中的 是一个对的一个方式 不是一个中立的 其实带出来的还是很多的愤怒 定罪 惩罚 绝望 斤斤计较 斤斤计较 这个对你的亲密的关系 不会有帮助的 这个会把你的关系久了 一天一天地慢慢带向疏离 而不是合一 第三种是唯一能够建立我们彼此的关系的 那就是一个 我们看重给予 多过索取 多一点愿意给 是这个关系才能够真正地来建立彼此的关系 凡事乐意付出 愿意来服侍对方 愿意给 给予对方 给予 这是一个根基在恩典上的一个态度 特别是对我们已经接受耶稣的基督徒来说 你知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 是不是我们配得的 是不是配得 不是我们配得的 这完全是一个恩典 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完全是一个恩典 那因为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恩典 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 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那我们很丰富了 那么在彼此的婚姻的关系里面 我们就乐意 当对方得罪 小小得罪我们的时候 我愿意给他恩典 因为我已经得到上帝这么大的恩典 我就乐意给我的配偶恩典 那我们也愿意效法耶稣基督 耶稣说他来不是要 接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耶稣的身上充满了真理 也充满了恩典 是的 那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要充满了真理 也同时要充满了恩典 没有充满恩典的人 常常会出现的口头禅就是定罪 我绝对不可以跟 你这么笨 你这么懒 你这么没有出息 这都是定罪的话 没有给对方一个恩典 有恩典的人呢 他也是一个乐意服事 愿意乐意服事的人 哎呀你回来了 好累哦 你既然很累 虽然我这个垃圾满了 那你说你很累 没关系你休息吧 等一下 如果你可以帮我等一下 那我先来做饭菜 没关系 你先休息 哎呀你在家也挺不容易的 常常做丈夫都会说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愿意为你做些什么 这些都是一个乐意服事的人 经常会愿意讲的话 我能为你做什么 这个其实很重要 就是可能如果我们看中索取 就是说你要为我做什么 你要为我做什么 那巴不得我们今天有一个调整 我们常常要对我们的配偶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现在就操练一下 请你们两个彼此对说 我能为你做什么 那你这个互相说一下 操练一下 好回来了 如果我们是一个看中给予的人 我们也一定会是一个心怀感恩的人 你不会把你配偶的付出 看为是理所当然的 你总是很感恩 上帝把他放在你的生命和生活当中 他的大大小小为你的付出 你常常心里面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你会常常为他 比方说他在外面工作 辛劳 为这个家来付出一切 你一定会说谢谢你 常常为这个家付出 或者你的妻子在家里 帮你带着孩子打扫家里 你不会是说这是理所当然 你说谢谢你辛苦 你这样子的来为我们付出 所以一个看中给予的人 一定是心怀感恩的人 所以接下来有一段时间 我希望大家彼此来操练 也许你们平常生活已经有很好 如果平常还不是这么多 那么这个要开始学习操练 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怎么样感恩 Grace 我很感谢上帝 把你放在我的生命当中 因为我这个人 就是大大咧咧 很多时候不注意细节 那我觉得你 常常在旁边呢 在提醒我 帮助我 而且呢 我偶尔做得不好的地方 虽然你已经事先劝接过我 可是我仍然不听你的意见 结果后来就撞得头破血流 但这个时候呢 我很感恩 你总不会落井下石 我早就告诉你了 你总是很温柔的 这样的来回应 我觉得 神是 你是神给我的一个 最大的祝福之一 我是很感谢神 因为神是给我 拯救了我是最大的恩典 那神又把你放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很感恩 也很谢谢你 那这个我也是 很感谢神 把你放在我的生命当中 你保护我 你供应我一切的需要 那特别就是在这个 我身体如果不舒服 我都知道你非常的着急 那每一天你都要确定 我有吃这个维生素 每天帮我按摩 你要确定我的身体 能够很好的休息 我知道你是很 很保养顾惜我的 早上有时候呢 如果说我这个睡眠不好 或者是早上不能爬起来 你从来不会责怪我 也不会要求我 你都是自己 把饭菜也都做好了 那是必须的 然后呢 这个你呢 也会经常逗我开心 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神 把你放在我的生命当中 再多说一点 这很难得的嘛 我们就是先做这样子 一个示范 接下来是你们的时间 希望你们在这个时间 能够好好的 可能平常也许都很忙 都很忙啦 没有太多时间 好好的来感谢你的朋友 为你的付出 所以我们现在 给你们一点时间 两个小声的彼此 来对对方表达一个感恩 弟兄先带头 弟兄先带头 好吧 弟兄先说 然后换姐妹说 好 我们继续 刚才这个 大家彼此感恩的画面 非常的温馨 这个很多的弟兄姊妹 都蛮感动的 盼望你们这个 不是只有上课这样的 平常多多练习 多多操练 真的是一个心存感恩的人 其实你的孩子 看见你们夫妻 彼此这样常常感恩 对他们也是一个 很深远的影响 我们对我们的孩子 也是一样 这个自从我们开始操练以后呢 我们也有很大的改变 对孩子也是一样 有时候因为对孩子要求很多 特别老大 我两个孩子 老大是儿子 那对儿子的要求就特别多 后来有一天 我儿子就跟他讲 他说妈妈 我回来 我不是特别想跟你们说话 你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一回来 你老是说 我这里要做 那你没做好 反正我只要一回来 总是有一大堆 我需要改进的 所以后来我们也开始 改变我们的心态 那我们把孩子叫过来 我们就当他的面祷告 那我们常常都会这样说 感谢神 把这个幻灵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是一个很愿意 听神的话 也愿意爱主的孩子 我们就经常这样子 来向他表达我们的感谢 感恩 我们就是打从心里 向神献上感恩 就是说 感谢主把这个孩子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是非常真心的 其实这个感恩 就是一个焦点的调整 是 真的 你要不嘛 总是抱怨 总是看对方 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这个没做好 那个没做足 或者你常常为他 所摆上的 为他身上美好的特质 常常感恩 所以感恩是一个 焦点的调整 如果你的焦点 总是在对方 这里不让你满意 这里没做好 那其实 有可能你是一个 焦点在索取 比较是在索取 所以这个也是要调整一下 我们的焦点 我们说基督徒应该是 不但是对神感恩 我们也要常常 对我们周围的人 他们的付出 他们不管是身上的一些 美好特质 我们都是要常常的 为他们来感恩 那么一个看重给 多过索取的人 通常在配偶的缺点和软弱上 他也会表现出来一个 愿意辅助的心 这个 讲到这个辅助呢 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个反思 以前因为做传道人 每到礼拜天 就跟作战一样 那我们差不多要八点钟 要准时要离开家 才能赶到教会去准备 我通常都是八点钟准时 我就坐在汽车里面 然后就等 还不来 还不来 通常等到三十秒 我就开始按喇叭了 喇叭如果能翻译出来 意思就是 怎么还不来 怎么还不来 还不来 然后呢 过了一会儿他就 孩子怎么都跑出来了 气嘟嘟的 一上车我也很气 两个都很生气 可是快要到教会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一件事情 怎么 我要向他道歉 我要不道歉 我上不了讲台 因为你在台上讲 没有还有爱心啊什么的 他在后面这样 太夸张了 夸张一点 就是他只要在后面不讲话 你都讲不出口了 所以总是道歉 刚才态度不好 这个是经常在我们家 有一段时间经常上演 这个是这样子 他就是说嫌我 怎么动作那么慢 巴巴巴的这样 对啊 怎么还不来 那我也很生气 为什么 我说你当然快啊 你一个人就吃完饭 妈妈嘴就啪 就跑到车上了 我呢 我还要弄两个小孩子 我要梳三个人的头 你根本头都不梳的 我还要梳 梳三个人的头 然后呢 头发 不是头要梳 梳三个人的头发 尿布 奶瓶 那有时候孩子 还不小心打翻了 这个牛奶 我还得去插 还得去抹 我得关窗 我要确定那个煤气 关了 门锁了 你呢 你啪一个 什么都不管 就啪就到车上了 所以当然我也很生气 他这么一讲呢 神也光照我 所以后来说 我也是对 那我们要多扶住 在对方的这个软弱上扶住 那 所以后来我就改变了 我差不多7点50 我就搞好了 我就跑来问他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把这个小的拎到车上 没问题 我就把小的 然后又回来 你还要我做什么 赶快去车上 把那个小的看好 反正我就是 辅助他 这样呢 他需要什么做什么 帮他做 奇怪了 到了8点钟 我们全家都坐在车上 我后来就学会了 原来我需要辅助 不是这边在那边抱怨 但是自己不愿意付出 所以辅助是付出的 给予的一部分 常常愿意在这个 夫妻的关系里面 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 这个他真的是做得很好 所以后来他常常 最常问我的一句话 还有没有什么 我要帮你做的 我就说 去锁门 去关窗 看看煤气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就不会因为 这个事情有矛盾 因为他懂得辅助了 还有一点 以前呢 他要我做什么事 我都 等一下 特别是我在做什么事 我说等一下 经常等一下 就等好几下 这有时候我一等 就等两年的 也有 这么夸张 我说你这个东西坏了 帮我修一下 定一下 一等 等一下 两年还没修 后来也是要改 后来我就跟自己说 任何的时候 他只要一叫我 除非是我在一个 不能离开的这个工作上 否则我三秒钟 我一定反应 真的 我三秒钟一跳起来 所以他一叫我 啪我就起来 三秒钟 真的一定 你做一下见证 怎么样 这个是实话 真的 以前我叫他等很久 他现在真的 我有什么需要 他马上就会回应我的需要 所以我相信这个 就是因为 愿意看中 给予 除非当然很重要的事情 他不能够断 打断 有时候他要 回忆一下那些 很重要的威信 思路被打断很麻烦 或者是他要准备 奖章信息 这个东西 我就当然不要求 他那个时候 要来满足我 但是在其他的时间 他都会在 第一时间很快的 就会回应我的需要 因为我就是要 我活着就是要服侍他 我要有这个心态 让他高兴 你不要当笑话 真的 所以 真的 真的 我知道这个姐妹鼓掌 不是为我 因为她的手 她是拍到旁边去的 她是给旁边的 多鼓励 意思是说 你也照着做 你看现在这个是真心的 这个是真心的 彼此共鸣 我们这都是可以成长 因为我们结婚很久了 我们结婚三十年了 所以我们也是过去 从磕磕碰碰 很自我中心 看重索取 没有错 然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神不断地光照我们 不断地学习上帝给我们的婚姻的真理 所以就是不断地调整 以至到我们很多 各个方方面面 越来越合一 那这个合一 其实是真的很美好的 非常美好的 那么看重付出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有的时候配偶确实 有心无意 他没有做到 我们的期望 所以我们总是愿意 饶恕对方 不会一再地纪念对方的错 或者一吵架的时候 就翻老杖 成年烂骨子芝麻 全部都拉出来吵 饶恕其实就是一个恩典的给予 这句话可以记下来 饶恕就是恩典的给予 对方冒犯我了 我愿意给他恩典 我愿意饶恕他 我们一起讲一遍 饶恕就是恩典的给予 给他恩典 好 没关系 你冒犯到我 没关系 我给你恩典 我饶恕你 你没有做好 没关系 给你恩典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 看重给予的人 所以我们对对方 总是心存 心存盼望 盼望 盼望他成为一个 和神心意的人 我知道 也许现在他还没有 到那个阶段 但是我心里对他有盼望 我知道 继续为他祷告 继续给他成长的空间 他会为他祝福 让他能够成为 和神心意的人 对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来说 我们的盼望永远在 永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我们可以不断地为他祷告 我们是主啊 给他恩典 让他能够明白你的爱 以致呢 他一天一天的成长 越来越能够像你一样的 愿意给予爱 不是只是索取爱 所以我们的盼望 永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那因为我明白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人 所不能做到的 我们只有依靠神 只有带到神的面前 改变人心其实是 圣灵的工作 我们人没办法改变对方 但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总是有盼望 我们可以为他祷告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爱 不断地来帮助他 扶持他 有的这个认识呢 其实在我的这个 家庭生活里面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绝对不对 我身边的这些人 我的配偶 我的孩子 我绝对不对他们说 我对你绝望透顶了 我对你失望透顶了 我就不说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我的孩子都可以做见证 我两个孩子都二十几岁了 你可以问他们 这个我在养育他们的二十几年的过程 我没有说过一句话说 妈妈对你绝望透顶 我真的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或者说 哎呀生到你真是家门不信 他们有悖逆的时候 他们有顶撞我的时候 他们有不听话的时候 真的 但是我总是对他们心存盼望 我知道在基督里面一定是有盼望的 我们就是用真理不断地来带领他们 用爱不断地浇灌他们 那主耶稣基督可以赐福给他们 带领他们 所以我们总是要对对方心存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夫妻双方彼此都要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都立志要成为一个给予恩典的人 我们都乐意等着向往服侍对方 我们都对对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神把他放在我生命当中这么多年 我心存感恩 我也总是愿意扶住他 我愿意为他祷告 在他得罪我的时候 我愿意饶恕他 我以为对他心存盼望 他能够像我 也是对自己一样 神能够在我们身上继续做那个工作 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能够更合神心意 总是心存盼望 如果我们两个都是立志往这方面走的人 你们的婚姻的关系 彼此亲密的关系 一定能够越来越好 能够建立一个在主里面亲密的关系 当双方都看这种给予多过索取 一定能够走向亲密 一定能够走向合一 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